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亚地区一直以来扮演着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关键节点的角色 普京为何要在访华前夕访问中亚 相关话题 今天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 做分析个点评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节目的访问中表示 俄罗斯多次说过不会组建某种军事政治联盟 组建这种联盟的正是美国人 而且美国还迫使自己的盟友恶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 不希望破坏与中国的关系 普京又驳斥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指 华府必须为同时与中俄开战做准备 普京认为美方委员会的建议是一派胡言 只有病态的人才会考虑与核武大国战争 普京指出美国正为与俄罗斯战争做准备 俄方也是一样 因为根据古老的原则 如果想和平就得做好战争的准备 美国国会由两党组成的战略态势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 指华府必须透过扩大常规作战能力 加强联盟及加速推进核武现代化 为可能同时与俄罗斯及中国开战做好准备 另外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日益增强 因此俄中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中 将着重聚焦世界局势问题 张家您好 普京在访华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到这次访华的主题 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来谈合作 同时面对西方的一些担忧 普京也强调中俄不会组成 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或者是军事的联盟 您怎么来看他的表态 首先还是要讲到普京总统这次访华 主要还是聚焦一带一路合作 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那么主题很显然 就是要加强中俄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 这样一种地区层面 双边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的这种合作 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合作 是一种经贸 这个投资 包括文化 等于政治的各方面 是一种全面的这种对接对合作 那么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那么对俄罗斯自然有一定的这种 经济上 政治上和这个安全上的一些吸引力 所以普京总统访华 主要还是聚焦于双边层面的这种合作 当然了西方国家对于抹黑俄罗斯 一直来是不遗余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 当中俄两国元首见面的时候 他们又炒作中俄结盟论 但是普京总统访华 实际上也说明了 中俄不可能结盟 我们经常说 中俄关于是结伴不结盟 在很多问题上 中俄有立场是相似 但这不能成为中俄结盟的这个理由 中俄是两个大国 是联合国按理会常认理说 一贯以来 在外交上就坚持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原则 因此所谓说结盟之说 实际上完全是西方为了炒作中俄威胁论 制造假想敌 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抹黑性动作 而是在中俄关系发展问题上 我们都看出了 双方一直是一种开放 透明 平冷的这样一种对话机制 实际上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 我们过去称中俄关系 是大国关系的典范 实际上也就说明了 在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互利共赢的这样一种基础上 不断地巩固和提升中俄关系 是我们过去取得不断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同时呢 在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过去局势非常复杂 美国不断地炒作阵营政治 以所谓的意识形态 政治安全为例由来分割世界 导致我们看到全球的这种局势 全球的秩序出现了很多问题 因此呢 普京总统在强调 中俄在合作的基础上 又特意说不会结盟 同时我们看到普京说到 俄罗斯关于发展欧亚经济联盟这个倡议 比如说要发展大欧亚这个概念 其实和一带一路倡议是相契合的 他想要发展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 和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两者又如何进行互补跟补充呢 首先还是要看到欧亚经济联盟 它是俄罗斯所主导的一个 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织和平台 那么它也是以后苏联国家 就是我们所说的独联体国家为主体 那么其中呢 也包括了一些周边的一些经济伙伴 那欧亚经济联盟呢 是以统一关税 统一市场 统一劳动力整理等资本的这样一种 紧密型的经济联盟 当时呢 是以欧盟为模板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的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组建 事实上呢 俄罗斯由于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危机 还有2022年的俄乌冲突啊 它的外部的经济环境发现了恶化 西方对俄罗斯为主体的这样一个 这个制裁呢 给欧亚经济联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 因此啊 俄罗斯啊 它要不仅要自己向东看向南看 而且呢 它也要带领这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一起扩大自己的对外经济合作的这种空间 拓展合作的这种机遇 因此呢 欧亚经联盟要与一带一路进行对接 那么中国就倡导的一带一带联盟呢 实际上是一种面向全球深度参与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倡议 就是要通过鼓励中国企业 与这个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合作 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发展的倡议 同时也是一个和平的倡议 所以呢 从一个次去与中国的这种全球倡议相互结合呢 无疑会助力俄罗斯这个周边的经济环境的改善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呢 是实际上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 对于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的机遇 对于这个向东看 实际上很大内容 就是要把更多的商品卖到中国 从这个扩展与中国市场的这种份额 那么俄罗斯实际上是与西方公司 还有其他国家公司在不断的竞争中国市场 那么发展与中国一带一路这种对接 包括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 就是要 一方面要巩固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 这个经济体的这个活力 保持着它对这个成员国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呢 是借这样一个平台来增加与中国合作的这样一种机遇 可谓说集体这个捆绑在一起 让和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一起 然后加入到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的这样一种倡议之中 来获得更多的机遇 获得更多的这种话语权 普京也说到两国的双边关系在发展 也希望呢 今年双边的这个贸易额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 他也说到两国的这种合作发展呢 是包含了这个金融关系 也希望进一步来推进这个本币的结算 为什么要推进本币结算 对于中俄来说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吗 那首先提升中俄贸易中的这个本币结算 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还是要讲到这个国际背景 是这个西方对俄的金融制裁 将俄罗斯大部分的金融企业 从这个国际清算 SWIFT系统就断开了 对俄罗斯企业的进出口 以这个参与全球化 带来很多困难 那么俄罗斯在这样一种 西方制裁的背景下 那么他要积极推动 这个以非西方货币进行结算 那么目前呢 就是通过本币结算呢 扩大这个中国的人民币和卢布 在两国双边报与这种 结算的这种比例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商机 前二呢 就是推动这个非美元化 还是因为西方的这个美元的信誉在下降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印钞票来收割全世界 那么美元的信誉在下降 美国呢 还是动用了所谓的这个 以安全为理由 以政治为理由 来这个对俄罗斯进行的一些制裁 包括了这个资产冻结 实际上呢 也是看到了美元的霸权带来的这种危害 因此呢 推动非去美元化的这个国际金融体系 也符合这个发展中国家 也符合世界多极化的这种发展趋势 因此呢 俄罗斯也在积极推 那么第三点呢 推动这个本币结算 实际上也是有利于 这个两国的这个贸易和两国的企业 还有包括两国这个 推动自己货币的这种国际化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推人民币英币国际化 俄罗斯也在推卢布的国际化 那么借此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机遇 在原有的基础合作范围 我们看比如说在能源 在基础设施 包括在一些这个工业等一些产业链的方面 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合作 恰恰在金融领域 过去我们认为 美元体系很安全 或者说美元体系很便利 上方国际Swift系统 西方的这种结算体系都很好的时候 大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 或者说可发展的空间很少 现在恰恰是我们看到了机遇也挑战 说明未来两国的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可能是一个高增长的区域 您刚刚说到能源领域 有俄罗斯的媒体就放风说 俄罗斯国内负责天然气和石油出口业务的 两个巨头的负责人 这次会跟随普京全程的访华 那么在能源领域 中俄会如何进行合作呢 首先还是要讲到 能源是俄罗斯经济的这个命脉 可以说也是俄罗斯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么尽管现在从无冲突之后 俄罗斯与世界的 欧洲的能源合作逐渐在脱钩 出口规模在下降 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大国 它必须要保持能源出口规模 以及能源收入的稳定 因此呢东边西边不亮东面亮 那所谓在于西方呢 进行能源脱钩的这种为下 那么拓展亚太市场 拓展非西方国家的市场 作为与友好国家扩大能源合作 就成为了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很显然呢 普京总统这次访华 带领了这个能源高公司的高管 实际上还是要希望 在能源销售和能源这种合作方面 实际突破 那当然天然气和石油呢 一直是中国经济 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讲呢 如果能够扩大于俄罗斯 在能源能力合作 如果获得某些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优惠的话 对中国企业 以及中国老百姓来说 都是实惠的好处 很显然呢 中国合作 包括能源领域的这些合作 符合两国企业的利益 也符合两国国家的利益 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期待 普京总统这次放华 能够在能源领域上方 能够继续签出更多的这种合约 同时呢 能源合作呢 也会促进中俄贸易的体制 以及规模的上升 我们知道2000亿美元 对于中俄贸易来说 确实是一个门槛 但是呢 突破它完全没有太大的困难 首先呢 就是一能源价格 现在我们看到 由于巴以这样一些问题 以及俄乌冲突 那么国际油价在这个 特别是来自于中东的石油 未来的这种可靠性 稳定性 大家都有所担忧 因此呢 推动能源的这种多元化 推动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那么可能是未来 国际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因此呢 在能源多元化 价格又是上涨的这种本性下 中俄在这个能源贸易 以及中国双边的这种经贸合作 可能会很快 又上一个大台阶 其实我们看到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的外部环境 发生了巨变 刚刚你也谈到 它的外交重心也发生了变快 开始积极地向东看 投向了这个全球南方 在今年以来呢 包括一些重要的 大型的国际的会议 比如说G20峰会 还有金砖峰会 普京都缺席了 那么这次来中国 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您觉得对于破解 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 想要在外交层面上进行 对它进行的封锁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的确西方在对俄制裁 对俄进行外交孤立打压 甚至是围堵 是可以说不予一令 那么我们知道 国际刑事法院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这种所谓的调查令 追捕令 确实给普京的外交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首先呢 就是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的 罗马规约的国家 那么普京就很难去访问了 那么比如说南非 包括巴西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那么普京的访问 就会受到限制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看到 就是西方对俄的这种制裁 是一种长期的战略 那么因此呢 俄罗斯要打破 西方对俄的这样一种 外交制裁 或者是外交孤立的话 它就需要加大 在其他方向的努力 比如说扩大于中国 与印度 与其他南方国家的一些合作 提升双方的这种合作质量 和政治互取 那当然了 我现在普京总统访华 实际上也是 有力的回击了 所谓俄罗斯 这个孤立率 我们知道这个西方 经常开玩笑 说普京一直躲在地堡里 那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俄罗斯作为一个外交大国 军事大国 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 都发挥着一个独特的作用 那么普京总统 这次访华 也恰恰证明了 俄罗斯并没有 因为俄欧中毒 而放弃它对全球秩序 全球治理的这样一种努力 而且还在积聚参与全球治理 而且说白了 普京希望在全球事务中 增加俄罗斯的声音 通过这样一些高层的外交活动 来显示俄罗斯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立场 先写张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在访华之前 普京先到访吉尔吉斯斯坦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 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 普京首次出访 罕见出访 为什么首站是吉尔吉斯斯坦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你回来 在访华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吉尔吉斯斯坦 并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这是普京今年的首次外访 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各方共同签署多项文件 此外 俄罗斯将从吉首中接过接力棒 于2024年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 会议由吉总统扎帕罗夫主持 俄罗斯总统普京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姆哈梅多夫 及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 列别杰夫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 各方就扩大和加强独联体成员国 在贸易 经济 文化和人道主义领域合作 及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交换了意见 普京在发言中表示 去年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 贸易额增长了6% 达1020亿美元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有望达到3% 会议中 普京还呼吁独联体国家 共同建立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 可持续金融基础设施 并在相互结算中 更广泛使用本国货币 进一步增加贸易投资流动性 在谈到本组织内部合作议题时 普京表示 深化独联体内部外交政策协调 仍具有现实意义 同时还应加强独联体国家 在反恐领域的高效合作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代布令之后 普京首次踏出国门进行外访 非常罕见 为什么首次首战先去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呢 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重视 我们知道苏联虽然解体了 但俄罗斯一直是后苏联空间 也就是多联体国家 视为战略核心区 作为自己的一亩二分地 自留地 那么俄罗斯呢 在中亚地区经营了这个非常多年 可以说与中亚国家进行了解密的安全合作 经济合作 包括政治人文合作 那么再次在吉尔吉斯斯坦举办的 独联体的元首峰会呢 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和这个年度的这个元首的一个峰会 那普京总统出席呢 实际上就要凸显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重视 那么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 这个整个后苏联空间的这些国家呀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摩尔多瓦 他明确宣布去要退出这个多年提 那么现在呢 亚美尼亚也在闹这个毛病啊 可以说会闹情绪 说有可能要退出独联体 因为在这个时候 加强在独联体国家的这种合作 整合独联体国家的这样一种这个团结 实际上对普京总统来说 就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2023年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年 俄乌冲突啊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相持消耗 特别是这个来自于西方的这种安全压力 对普京总统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么年末了啊 就是我觉得就9月10月份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出席独联体峰会 我觉得首先要是给独联体国家 以政治信心 安全信心 国际局势日趋多元化 一直复杂化 那么俄罗斯仍然会重视中亚 给中亚国家安全信心 政治信心 其二呢 我们就知道要巩固于中亚 这个独联体的这个组织的这种活力 我们知道独联体组织 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一个离婚的工具 但是在普京来看呢 独联体呢 也是一个俄罗斯重新推动地区一体化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 因此我们看到普京总统 对中亚的重视 对独联体组织的这种重视 当然了他也是借这个 通过访问中亚 公固于中亚的合作 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 实际上呢 也为下一步 既要访华做准备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要通过 推动欧亚经济联盟 与一带一路的合作 推动大欧亚经济伙伴的 这样一种合作 那么前提就是要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平台 要打做好 打造好 完善好 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中国 进行一带一路合作 所谓带盟的对接 实际上就要搞到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平台 这个运行得更好一点 然后呢 才能增加起在 一带一路合作中的 这样一种分量 同时我们看到 有俄罗斯的媒体形容啊 独联体正在经历着 艰难的时刻 刚刚你也说到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 矛盾难以调合 包括亚美尼亚的总理 之前跟普京也有一点小的差距 所以这次亚美尼亚的总理 根本就没有来参加 独联体的峰会 同时摩尔多瓦呢 也在酝酿着退出独联体 那么独联体现在 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呢 独联体的安全局 是变成了复杂化 俄欧冲突爆发以后呢 独联体实际上呢 就是出现了多元化 土耳其 还有北约不断地 就是加强在 独联体国家的这个影响力 包括在安全层次 比如说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 这个纳卡冲突上 那么土耳其深度地介入了 对于阿塞拜疆 这个军事上的合作 可以说呢 用阿塞拜疆总统的话说 是两个国家 一个民族 这说明呢 土耳其已经开始 渗透到独联体了 还有就是北约 我们知道这个 北约在独联体地区 不断地加强 其政治影响力和安情影响力 与哥鲁吉亚 与乌克兰 与摩尔多瓦 进行深度地合作 现在又开始跟亚美尼亚 进行所谓的联合军演 那么这个地区的 这个安全格局 日趋的复杂化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 多联体呢 过去是这个 苏联 后苏联国家 和平分手的一个平台 一个离婚的工具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多联体国家 在经济上日趋多元化 他们呢 就是参与全球化 那么过去是对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资金 技术的高度的依赖 现在呢 多元化以后呢 离开了俄罗斯 他们一样能活 所以普京总统 重视多联体 实际上就是要 维系于这些 多联体国家的 传统的文化 政治安全 经济方面的 这种合作 来打造一个 相对舒适的 这个小的 这个地缘安全环境 还是要说到 当这个全球的 大国竞争 日趋激烈的 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破解 需要周边的 稳定和繁荣 那您觉得普京 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让多联体 再次具有凝聚力呢 很难 还是要讲到 俄罗斯要想 重新恢复 多联体的这种辉煌 我觉得确实很难 首先呢 国际形势 不允许 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 这种战略挤压 是激烈 俄乌冲突 仍然进行之中 纳卡刚刚结束 那亚美尼亚 又想西靠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所以俄罗斯要想完全 从安全上 恢复多联体国家的 这种 这个信心 或者说 相互的这种 安全信任 我觉得还很难 还有就是经济 俄罗斯现在呢 本身在受到西方的 全面的经济制裁 那么对于这个 独联体国家来说 它的经济吸引力 实际上也在下降 那么俄罗斯要想 这个 从经济上的领域 再基于更多 独联体国家 比如说一些经济上的 公共的红利 确实都很难 因为空间有限 那么第三点 我想说的就是 现在俄罗斯啊 就是对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的这种联系 实际上还是有的 比如说对于中亚国家 在俄罗斯文化 俄语教育 高等教育 等各方面 是有合作的 俄罗斯希望呢 通过加强 与中亚国家 独联体国家 来这种传统的文化合作 来维系这些 传统的一些 这个相互人知 就像我们讲到 看到独联体峰会 实际上工作语言 就是俄语 对于中亚国家来说 俄语就是 第二个官方语言 那当然了 普京总统 有这样一些困难 但是呢 俄罗斯也在做 我们看到一方面 它要加强 与中亚国家的 反恐合作 俄罗斯在中亚 每个国家 都有军事基地 这个实际上 也是俄罗斯显示 其影响力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 其二呢 就是我们看到 俄罗斯呢 要这个借力 就是借着这个 欧亚经济联盟 这个平台 与一带一路 这个全部对间 也要创造更多的 这种一加一大于二 这样一种 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全球化的一种效应 第三点呢 我想就是俄罗斯呢 普京总统的 现在呢 也就是要 扎紧离吧 实际上防止更多的 这种不确定性因素 我们知道 在巴以冲突 在俄中的背景下 实际上要维持 这个俄罗斯 与中亚国家 关系的稳定 地区秩序的稳定 那么在我们看到 这次 多年底峰会上 普京总统呢 在与中亚领导 国家领导人 见面的时候 与白俄罗斯领导人 见面的时候 还是更多的是强调 这种合作 稳定和传统 实际上也都说明了 俄罗斯啊 希望呢 在世界多变的时候 保持地区的稳定 保持地区的可确定性 同时我们看到 捷安组织啊 近期是在中亚地区 搞了一场特殊的 联合军事演习 叫做 《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3》 刚刚你也说到 现在高加索地区的局势 并不稳定 然后巴以的冲突呢 又突然的爆发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独联体国家 是否更加重视 同俄罗斯之间的 这种安全合作呢 首先呢 就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 有绝对的这种 军事上安全上的主导权 已经还是要看到 中亚实际上是 这个西方国家 已经特别是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以后 从中亚的这个 撤出军事基地以后 实际上呢 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俄罗斯在牢牢地掌控了 中亚地区安全 和稳定的这种主导权 无论是通过独联体组织 还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那么实际上俄罗斯 对中亚地区的秩序和稳定 有着这样一种 这个主导的化学 其二呢 就是俄罗斯呢 和中亚国家有一个共识 实际上就是要维持现状 不要出乱 不要出什么新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看到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在高加速地区 出现了一些局势 一些变故以后呢 俄罗斯也在 完善与中亚国家的 这种安全对话 和安全合作 此次军演实际上就 还是要演练俄军 应对中亚地区 极端情况和意外的 这样一种能力 展示俄罗斯 在安全方面的信心和能力 我们都知道 俄乌冲突啊 对俄罗斯的这个 安全力量有所牵绊 但是我们看到 军演实际上再次证明 即便是有在 与虚方进行 与北约进行对抗的 这样背景下 那俄罗斯在中亚地区 安全问题上 仍然有很大的 这种战斗能力和应变能力 俄罗斯还是想在中亚地区 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 非常感谢张先生 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